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83年 比亚乐队成立 初期的他们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地下乐队 队员几经周转 最终才组成了日后被称为 中国香港殿堂级摇滚乐队的 比亚 后来他们影响了远不止一代人 毫无疑问的是 比亚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乐坛神话 他们在音乐界有着崇高的地位 他们的歌曲不止在当年成为流行 更是在日后成为了经典 1988年发行的现代舞台 是他们签约新艺宝唱片公司后 回归摇滚的作品 这张专辑也是不一样批判社会现象的开端 而音乐走向相比以往也更显柔和 而专辑中冷雨夜的这首歌 是哥哥黄家居写给黄家强的 整首歌曲旋律忧伤凄凉 诉说着男孩因为事业而不得不放弃女孩的无奈 中间的贝斯solo更是耐人寻味 堪称经典 而在1991年 比亚生命接触演唱会上 长达两分钟的贝斯solo 更是集技巧和情感于一体 也成为了贝斯爱好者最喜欢挑战的solo之一 在那些仓趣的楼上 这首作品是比亚出道至88年 最成功的一首歌曲 亦奠定了比亚在本地乐坛的地位 同时成为比亚的成名曲 这首大地 黄家居于1986年完成编曲 直到1988年的秘密警察专辑发布 歌曲由比亚成员黄冠中演唱 编曲则是与他们的老朋友Peter Lau合作完成 在音乐风格上 有点脱离比亚的一贯摇滚 反而增添了一点清新的中国味 这张专辑是比亚的音乐生涯的转折点 从这张专辑开始 比亚开始逐步走红 可以说秘密警察的出现 挽救了比亚的命运 白金唱片的交量 也让乐队暂时不用再为不能再发唱片 而焦头烂额 开放的路上 踏碎过多少理想 在那张高挂的面上 被人情了几多 前秋不变的日月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纵使啰嗦始终关注 不懂珍惜太内疚 这首歌曲是继大地之后 比亚的另一突破 歌词到处对母爱的歌颂 及母亲的伟大 更寄托了皇家居在母亲节 送给母亲最好的祝福 而《真的爱你》中的你 原指的是母亲 后来随着比亚所关注的层面的变化 这个你的含义就越来越广泛 所以演唱《真的爱你》 除了表达一种对母亲爱的歌颂以外 还有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 我应该有个话要跟妈妈说的 1 2 3 刚刚我们成功了 原来是这样 《光辉岁月》是皇家居写给南非黑人领袖的作品 这首歌浓缩了曼德拉一生的坎坷 同时也表达出曼德拉所希望达到的自由 平等 在音乐性上 这首歌曲 歌词 内容励志 歌曲旋律 异于流行 这首歌曲 也可以看作是对比亚的一首赞歌 属于比亚的光辉岁月 阿玛尼以为和平 这首曲子是为呼吁资助非洲难民儿童 呼唤和平而创作 这首歌的影响深远 每次乐队在现场演艺时 副歌部分都是全场大合唱 而曲终之时 加着一丝沧桑的铜声 也是整首曲子的点睛之笔 很多人误以为 《情人》是当时皇家居写给远在香港的乐迷的歌 其实不然 关于这个问题 《情人》填词人刘主辉 曾在香港粤语流行歌词研究一书中说过 《情人》歌词不是写给单纯的男女感情 而是通过写分隔异地的感情 来谈家国的 谁今生归去 你与我之间有谁 是云是正是同真 还是意外 有泪有罪有付出 还有忍耐 诗人诗唱诗寒冬 藏在眼内 有日有夜有话说 无法等待 BGM 因为我 转发 又 辣 方 !? 部 руб 录音 就如今生, critical 这是 散传 reste 我 就好 有点 这首歌是皇家居为Bian成立十周年而做的 刻画着他们十年来的心路历程 有意气风发 有疲倦无奈 也有奋战不屑 这首歌的歌词 承载了皇家居与乐队赴日本发展的艰辛 与对理想的坚持 也表达了皇家居内心深处 对香港乐坛的挣扎和失望 这首具有pop rock的所有特征 而且富于道智的歌曲 于1993年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以及叱咤乐坛流行榜 我最喜爱的本地创作歌曲大奖 两项大奖 有人说这首歌是Bian的音乐生涯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这首歌标志着Bian的音乐走向了真正的成熟 然而这首作品却成为了财子皇家居的绝唱 如果船的生命是龙骨 那么Bian的灵魂便是皇家居 他欠我们一个告别 我们欠他一场圣殿 但Bian这个名字将会不朽 究其原因 也许是因为 他们始于草根 忠于大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大的支持 微博 at 音乐随心听 私信或者留言 微信扫一下下面二维码 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我是叶子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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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